记者王定撰新北报道,40多岁陈姓女珠宝商与年约60多岁,和老婆分局的梦姓科技公司劳董交往后,精心布局,骗称母亲要换新,父亲换肝,炸得1060万元,梦南查之受骗委由律师自诉诈欺,陈女认罪赔偿1000万元,新北地院法官认为她有悔意,依诈欺罪判她一年2月徒刑, 缓刑两年,梦南得知后说,刑度过轻易提出上诉,梦南受访时说,两人交往6年来,她总挤遭掏走1亿元,虽陈女赔偿1000万,但其他款项还没排,并未原谅对方,法院却给缓刑,其刑期若一颗罚金仅48万,实在过轻 梦南说,陈女夸口家境富裕,家族在台中逢假商圈附近有价值20亿土地,哥哥是知名银行副总,都是谎言,这次法院判刑的1000万诈款,只是一小部分,实际商陈女多次已投资珠宝,买珠宝等理由借款, 还以要在北市巴德路二段买房子当珠宝公司,工厂借款,6年来掏走1亿元,她已陆续针对另外数千万元提出刑,民事追溯行动,记者尝试联系陈女,她却说,你打错电话 判决书指出,陈女2011年开始与梦南交往,三年后开始扑梗说母亲有心脏病要换心,又庄阔说我哥有钱,母亲有一箱黄金,没马上借钱 2016年开始,又说父亲要换肝,家人都不适合,虽堂弟可捐,但她负债,家人四处筹钱,还差500万元 梦南不宜有她予以资助,陈女长到甜头后,拿出编织许久的母亲换心一事,骗称在中国换心违法,手术费用涨价 梦南得知后代会款310万,陈女没有停手,去年间,又狭掰母亲目前使用人工心脏,只能活72小时,要马上换第二个心脏 哭求,baby,我需要用钱,你能帮我吗? 炸的240万,去年间,梦南得知陈母根本没有换心,先不动声色,找律师提甲扣押或准 到她借款2000万帮陈购入,位于北市巴德路二段的豪宅一看,才发现她生活极为奢侈 一堆爱马尸包,上千件名牌服饰,鞋子,气扎提告 陈女认罪却又说,她与梦南算是还没登记的夫妻,对方要照顾她一辈子,才出资帮忙 至于为何会编这些内容? 她说,试探她还爱不爱我,法官认为这已是诈欺,考量她已展现悔意赔偿,急于缓刑 第一次她的仇会放手ro a别人 再生成悔意赔的仇会放手ro a别人 第一次她说明天还没在背后 一项正在她来说明天还没进展现 degrees